跟大家稍微介绍几个比较长样的快速键 这几个快速键不只是就是说你在博里面可以用 你整个Windows都会用到 都会用到 首先你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 有没有 Ctrl开头的 你跟Ctrl做结合 Ctrl加A是什么 全选 好那你这几个呢 其实你如果注意一下 这几个快速键 都在你键盘的左手边 有没有 A S 对不对 然后Z X C B 都在左手边 因为它是搭配什么 就是你一手完成的 左手完成的 快速键是给右撇子用的 没关系 这左撇子肯定不适合这个快速键 好那你看哦 你会英文大概就会几个Ctrl加A O 选选 对不对 S储存是Save 好那 7是不是Copy 好那么 你看那如果我要减价呢 减价就是Ctrl加A X 那你说减价的英文不是cut吗 7被用走了 所以 中国是比较聪明 像型 卡通 对不对 可以剪刀 然后呢 如果是V勒 就是贴上 好你这样复制好了 把它贴上去 那V 贴上不是Pass了吗 第一个 你如果按P 有点远 那你身边要按P 等到键Print 好 列印出来怎么办 所以 平常 各位 你回想一下 如果我写 在书写 写字的时候 如果中间漏了一个字 你会怎么做 平常如果比如说 全选 全部选 那我是不是会这样 不然就这样 耶 这样不是就插入吗 插入就叫贴蛋 是不是Ctrl加V 对不对 那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是什么 大家常用的是 复原 有没有 复原 那复原的话是E Ctrl加E 那么怎么记得叫 上一步 N度 很多加U也不对 太远了 你看 复原就是归零 英文 零 是不是叫做一种 我们这次用会议的 糟糕 什么 其实这个用到中文的那个 好 那这样是不是六个就记起来了 好 这个常冷 所以你可以 到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刚刚呢 其实也有跟大家分享过一个 有没有 微软的符号加E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要把所有的视窗 都把它收 收起来 也就是所谓的显示桌面的话 你可以微软的这个加M 那为什么加M 最小话的英文叫做 minimize 对不对 当然最大话也是这个 所以你这样就可以显示桌面 把桌面显示出来 好 那这个是跟我们一般操作上 不用到的 那么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个 我们先看这里 如果 我今天 想要把一个英文或一个中文把它选起来 在握着一面子怎么办 快按两下 真的吗 我们试看看好不好 好 来 我们看看这里 我把制造变大一点点 来 我们减试 好 变多一点点 好 你看 日本 你们就选起来了 就点两下 果子 和果子 分分 来 和果子 就属于贵族 神色 相定 有没有发现 你刚才会点两下 就会选起来了 有没有 所以一个字 这样可以就选到了 你不用那么辛苦 哦 这样比较快 好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一整段句子怎么办 这个时候 你搭配哪一个 感受 用滑鼠 选按钓标记的文字就好了 我们试看看 就是真的这样子 来 控制按钓 我就是要一个句子 有没有 整句话 你看他很聪明 他知道 中文要到句点才完成 控制按钓 我只要点一下 那个文字 那个句子就选起来了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就找一个 试看看 你看看下面 假设我要后面这一段 Ctrl按钓 点一下 点它选起来 好像这样 比较聪明一点点 有没有 因为平常你这样 很努力的从左边 绕到右边 就绕回来 就绕下去 可是我Ctrl按钓 点它一下 那它就是完整的句子 就选起来了 好 所以这样 应该还不错吧 好 这是第二种方法 刚才选一个单字的 多多两下 选一个句子的 就是Ctrl按钓 那么如果你要选一行 这种那一行 怎么办 这样子 我跟您分享一下 你看我们左手边这边 我就是要这一行 对不对 当你把滑鼠 把滑鼠 就是你滑鼠 不要在这个文字里面 你把它移到最左边这里 它会变成一个箭头 会像这样 有没有 有一个箭头 然后变成这样的箭头 那么你只要点一下 这一行就选起来 你看 有没有 变箭头了 点了这一行就选起来了 好 这样就选起来了 那么像这样 如果我要整段选起来 怎么办 我们整段是在这里 你看 我这样 是从这里到这里 像这样一个段落 但是如果像这样 我是很辛苦 朝那边去对 不用那么麻烦 怎么办 我们刚刚是不是点一下 现在点两下 有没有选起来 是不是整段都选起来了 有没有比较轻松一点 你看我下面这个一样 够够 一下是选一行 两下是选一段 选问三下 又是小三 三下叫做 整页全部选起来 所以原来你只要会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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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以前那个 刚变的时候 当那个 无限变兵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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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你稍微记住 你会发现说 原来我们这样 也可以整个选 三下的话 整个文件都全部选讲 有没有 所以有些时候 其实你在选的时候 这样速度就会快很多 就会快很多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 我们通过一些小技巧 可能你以后再编辑 因为或者是大家平常 算比较熟悉的 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 跟大家分享 可能你会比较心有气气焉 因为你平常就会有一些心得 工作经验 那这样应该比较容易一点 那么还有一个其实 我看一下 这边的话 还有一个快速键 这里 这里 有几个快速键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可以搭配Ctrl加上 向上的方向键 或者向下的方向键 因为平常你这样在看 上一个段落看完 要看下一个段落 你要跳的话 这个时候你可以Ctrl加上 就是往上一个段落 那游标就跳到上一个段落 往下就跳到下一个段落 这样大家了解吗 那另外呢 你也可以 比如说你要回到最上面那一页 把这个文件的最上面或者最下面 你就是Ctrl搭配键盘的Home跟End 那就可以看到最上面或最下面 好 好 大致上是这个这几个比较常用 好这几个比较常用 所以我想跟大家稍微分享 因为你记太多当然比较累 不过我想那个部分 我们就是把它放在那个讲义里面 如果你觉得说有些可能某些情况下 你某些情景你比较常用的 也许那快速先记起来 然后这样你以后再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原来我这样可以比较快的找到我要的东西 这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那么再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往下看一下 在刚刚老师有提到